男孩透过门缝偷偷望去 看到女人正在换衣服 大腿被肉色丝袜慢慢包裹 这让她不禁咽了咽口水 可下一秒就被女人发现了 男孩只能羞愧地仓皇逃走 但女人的身影 却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此后 她每天都在女人工作的地方 偷偷观察她 或者时不时徘徊在她家楼下 终于在这一天 女人主动开口 让她去装两桶煤炭上来 看着她黑不溜秋的花脸 女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让男孩在这里洗漱再回去 还说自己一定不会偷看 然后 等她洗完后 女人递上一条浴巾 而此时的她却赤裸着全身 就这样男孩完成了第一次蜕变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下雨天 迈克身体突发不适 在墙角呕吐了一地 恰好被下班回来的汉娜看到 于是就用一桶水冲洗干净 看着眼前这个无助的男孩 汉娜心生怜悯 将她一把拥入怀中 突如其来的温暖让迈克冷了神 等到雨停之后 汉娜还将她送回了家 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邂逅 同时也深深刻在了迈克心里 不久后 她带上一束花灯门 想当面感谢汉娜的帮助 可对方却并不在意 纯粹把她当成了一个小屁孩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可当迈克说出自己喜欢阅读时 汉娜停下了手中的火 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 迈克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此后 她每天放学就往汉娜家跑 经过频繁的接触 两人也走进了彼此 女人的温柔将她紧紧包裹 不过在此之前 她每次都要先听迈克读书 汉娜是个非常感性的人 读到深情动人触使 她会毫不掩饰地悲伤落泪 读到有趣的地方时 她就会开怀大笑 而年少多金的迈克身陷温柔香 决定策划一场野外旅行 这个18岁的少年 正和一个40岁的妇女约会 结果被人误会成了母子 可迈克下一秒就做出了回应 迈克就是这样的人 她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两人在路过一间教堂时 正在吟唱诗歌的孩子们 引起了汉娜的注意 她听着不禁有些热泪眼眶 迈克看着感性的女人 忍不住为她写下了一首诗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迈克还是一如既往 一下课就飞奔女人的家 读她喜欢的书 享受着两人不可告人的感情 不久后 汉娜因为工作优秀 被列车长提拔到办公室工作 可汉娜并没有多高兴 回到家后 面对迈克的朗读也有些不耐烦 她拿出一本《战争与和平》 让迈克继续朗读 两人最后一次欢愉后 汉娜收拾好行李就离开了 等迈克再次上门时 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迈克的爱恋就这样结束了 八年后 迈克考上了法学院 这天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去旁听 他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迈克有些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去 自己日思夜想的女人 现在竟站在被告席上 案件的原告 是一对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母女 女人控诉集中营的六名看守 而汉娜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根据汉娜所述 她只是看到招聘进去工作的 期间每天要挑选十人送去处决 对于汉娜来说这是她工作的本分 而集中营每天都要送来新人 日常的清理只是为了腾出空间 回答这些问题时 汉娜情绪没有一丝波动 好像在诉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 甚至还主动询问法官 全场哑口无言 这时女人出庭指认了其他五人 全都参与了挑选过程 但汉娜有些不同 她总是挑一些年轻女孩 到她房间为她阅读 可这些女孩还是难逃乐运 不仅如此 有一次集中营突发火灾 里面的囚犯想要逃走 可门却被死死锁住 最后所有人都被烧死 法官质问她为啥不开门 汉娜的回答还是那句话 看守的职责就是不让犯人逃跑 麦克听完惊出一身冷汗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女人吗 此时 其他五位看守串通好 统一指认汉娜是他们的主管 一切指令都是她下达的 借机把所有罪名安在她身上 汉娜极力否认 法官决定验证字迹来做对比 她是一个鸽子不识的文盲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但是 法官直接拿出一副纸笔摆在她面前 只要她写下字迹就能证明清白 这时一旁的麦克想明白了一切 想起之前汉娜从不自己阅读 也在阅读菜单十面露南色 原来她根本不识字 更让麦克没想到 汉娜为了掩饰自己文盲的事实 她选择主动承担了一切罪责 唯一知道真相的麦克陷入了纠结 作为一名法学生 她应该说出真相 可一旦说出口 那审判结果就会发生改变 于是麦克来到一个集中营 看到里面堆满的鞋子 每一双就代表一个人的生命 而这只是万千集中营的一部分 很难想象 犯人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折磨 麦克最终选择沉默 她也尊重汉娜的选择 汉娜的谋杀罪名成立 以主管的头衔被判处终身监禁 一晃多年过去 麦克结了婚又离了婚 但心里始终没能放下汉娜 她找出曾经阅读过的书籍 用录音机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 然后寄给了监狱中的汉娜 就这样她每天听着故事入睡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往后的日子 麦克不断寄出磁带 而汉娜跟着磁带开始学习 不久寄出了自己的第一封信 可麦克看后并没有回信 也没有去狱中探望 接近二十年后 因汉娜在狱中表现良好将被释放 麦克提前来看望她 此时的汉娜已经白发苍苍 早已被岁月磨灭了年华 看到麦克那一刻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麦克问她在监狱学会了什么 很显然这不是麦克想要的答案 就这样 她结束了这次谈话 转身离开 而汉娜也明白麦克的意思 她以书本为电 结束了自己这悲哀的一生 只留下一封信和一个楚冠 里面装有汉娜的全部积蓄 信上写着 把她送给火灾中幸存的女孩 麦克听完顿时泣不成声 原来汉娜不是忘了那些事 而是将她们藏在了心里 至此电影结束 本片名为朗读者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 她对文化世界中美好事物越是向往 就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 也就越强烈 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 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 追求尊严的道路 为此不惜撒谎 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为了守护秘密 你会走多远